5.6 這一題是一個二階的矩陣 那我們要把它做這個QR分解 用Gran Smith做 一開始我們先把它這個長度變成1 所以就是說這個東西我們希望讓長度變成1 原本這裡是根號2 所以我們就先除掉這個根號2 那你這邊有除 這邊就要記得把它再乘回去 那接下來這一串呢 這一串的話我們知道 3 5 我們要先來看一下它是用到幾倍的這個 所以我們就是這兩個先內積 所以3 5 3 5 跟負根號2分之1跟根號2分之1 做內積的結果呢 就會得到根號2分之 負3減5就2 就等於根號2 所以這裡也是根號2 那接著呢 我們再把這個 就是把它減掉 所以就是說 3 5 再減掉 根號2倍的 負的根號2分之1跟根號2分之1 那這樣子等於3 5 減掉這裡是加1 減1 所以就變成 3 5就變成是 4 然後呢 4 這變成4 4 那4 4的話呢 它長度就多少呢 那長度是那個 4倍的根號2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把它單位化 就變成 根號2分之1 跟根號2分之1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呢 分解成這兩個 那這個是 這個就可以看出來 這就是它的一個 正交的 原本就矩正的一個 正交的基底 然後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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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